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气候变化和严重的本土环境问题 正在一步步的将印尼推进海里 其中印尼首府雅加达也是东南亚最大的城市 近十年来因为过度抽取地下水 加上它处于海岸边沼泽带 导致雅加达成为世界上地面下陷速度最快的其中一个城市 有研究推测到了2050年 雅加达有一半的地区可能会沉入海里 实际上呢大海吞噬陆地在印尼已经不是新闻 相比起目前资源还算充足 还能够盖巨大海墙的雅加达 坐落在沿海一带的村庄 不少人正苦苦地跟海水抗争着 当海岸线不停上升 是走还是流呢 这座位于印尼雅加达东北方向 80公里外的一座小村庄 泽马拉扎亚村 是等待被海水淹没的其中一个村庄 尽管岸边堆满了石墩 沙包 木庄 都阻止不了步步逼近的海水 只能任由海水一次次侵犯他们的家园 近20年来这里的海岸线不断逼近 清真寺墓地都岌岌可危 在最近的半年里当地的主要道路 更因为涨潮而坍塌了两次 面对不断下沉的村庄 当地人何尝不想逃离呢 水淹村庄对于无处可去的村民而言 早已见惯不怪 因此当海水退去时 他们就忙着装沙包 跌在家门前 为下一次的淹水做好准备 政府给的补助有限 村民们虽然都在苦苦支撑 但他们与海水的斗争还能持续多久呢 在家门前